美国前总统川普五天跑四场造势活动 他再度放话 自己2024年非常可能再度选总统 重要到非常跟整句话都要重复三遍 显示川普再选的强烈企图心 美国媒体报导最快11月14号就会正式宣布 川普官司缠身 海湖庄园泄密案跟国会暴乱案都还在接受司法调查 甚至可能因为妨碍选举在乔治亚州遭到刑事起诉 外界认为这应该是川普想再拼选总统的主因之一 只是他就算参选在共和党的初选 也可能会碰上强劲对手 目前绅士看长很有可能也会参选2024 他公然嘲笑拜登 助选等于是在帮民主党倒忙 帮共和党拉票 只是拜登面对记者还是大喊有信心 然而民主党选情真的不妙 拜登支持度在46个州都惨跌 2018年还有半数选民看好拜登 现在却只剩下三分之一 让他复选也只能到深蓝的芝加哥或是加州等地 选情拉锯的摇摆州都不敢找总统助选 就怕他低迷的支持率拖累选情 TVBS新闻余思颖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转发 打赏 刺热